還是可以回去我們的官網 把這個影片下載下來看 或者直接在上面看也可以 YouTube上面都有 達上台灣命政府的官網 它裡面有個連結直接連上去 不會電腦的一定要去上電腦班 趕快把這個跟上 拜民進部座官員 用電腦通知你 不再用文件在那邊傳輸 沒有 只用電腦通知 所以你要Catch up with technology 在通訊方面你要跟上 跌到燈了 跌到燈沒關係 我們會幫助你跟上 台灣人過期欠的職位 我們會給你做 你們來就很幸運 來家就已經不一樣了 都到期了 那我就開始講 我在講基督教的時候 有人說 許老師怎麼都講基督教 我說 不好意思 來 我們看這個數字 Catch up with technology 占全世界人口 31.5% 回教 也是由他要出來 占了23.2% 加起來超過50% 這樣的宗教你不認識嗎 我沒有叫你去信 至少你要知道他在講什麼 起碼的嘛 要怎麼做一個人 你台灣人過期欠的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上過台灣史 我再跟你講一個更殘酷的事情 你現在所有信的宗教都中國人 為了實行他的統治 傳到台灣來的嘛 宗教當然是每個人信仰的自由 但是呢 他如果夾帶的政治權利進來 那種不同的目的跟動機進來 那是不一樣的意思 台灣民政府會是一個叫做 世俗的政府 世俗的政府就是 我容許每個人都有中藥的自由 但是你如果宗教跨過那個界線 跑來搞政治的事情的時候 就不是囉 那就政府就可以管 如果跨過那條線 所以他們在西方老早就做這件事情 教會跟政治要分開嘛 過去就是 教會想要去控制政治嘛 政治老是一個權利嘛 政治人也想去控制教會嘛 爛的亂七八糟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切開來很清楚 西方都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在我們這邊會弄得很清楚 我們叫做世俗政府 我只管你的行為 其他不管 思想我沒辦法管 那是宗教的事情 進化人心是宗教的事 不是政府的事 你們來這邊是要當政府官員 是一個超然的立場 我只管行政 我規範你們的行為 你跨過來搞政治 那就不要 你用宗教的團體 來發動什麼政治事件 像回教事件 像那邊緊亂就是這樣 不同的教派對不對 實業派什麼派 那都也是宗教團體 互相在那邊抬著抬著去 殺起來很 很嚴重的 就罔顧了剩下人 百姓的生活 對吧 所以我們政府出來就是要來 regulate 管制這個交通 讓每一個人都獲得應該有的權利 就像這樣 很簡單 下一個 所以一定要講 你也需要知道 不要再用以前 過去中國資大難民 把你把那一套的思想 想要套名政府 套不上的 下一個 同樣的 我今天可能沒那麼多時間講這個 這個叫做Bernini 跟他同一個時期 也做一個雕塑 有一個希臘神話 就是一個男的追求一個女的 追求到最後一分鐘 碰到他的時候 他就變樹枝了 青春的肉體 皮膚都好漂亮 但是最後馬上你碰到他 他就變樹枝了 鄉笑不到 但這是一個很悲慨希臘故事 但是同樣的是雕塑品 你是一瓶家 你要打分數 誰第一名第二名 你怎麼看 因為他討論內容的issue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grain 所以可能到時候在排名上面 技巧上面 我覺得他也不會輸給米凱朗基羅 不會輸啊 但是他在詮釋方面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判斷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到義大利的話 你走在街上碰到一個水池 我現在接下去要跟你們講什麼 帝國捷馬 捷馬器一直丟給你喔 你要接得住喔 帝國捷馬 這是什麼 這個水池沒什麼了 你去看你也看不到啦 我跟你講 在座各位誰看得懂 我真的是 這就是 晉格里 我跟講 他上面代表不同地區的河層 東南西北 東邊的話 他就說 什麼 東邊什麼 橫河 有沒有 幹ji river 然後 然後多瑙河代表歐洲 尼洛河代表非洲 還有美洲的這個Riordala Plata這個河 我跟你講以前河流是所有文化的發祥地 所以你把對方的文化發祥地的河神 把你抓到中來 表示什麼 要發通地 只有帝國 羅馬這樣的帝國才敢說 我已經統治世界 我把地的四級的河神 都抓到這裡 放在我的水地裡面噴水 對不對 只有帝國才能做 今天如果是中國跑來做這不是秋西郎 世界哪個地方被你管到 對不對 你只能管中國 你如果是越南做這也很好笑 或者新加坡來做這個不是秋西郎 香港還是 對不對 只有帝國可以做這種事情 你慢慢要知道帝國才會做這種事情 你連想都不會去想 我跟你講 你不是帝國的人不會有帝國思考 但是我們過去是帝國 大日本帝國 有那種Grain的那個Scale 我們的那個規模是大的 後來是被這劉安娜民放四名 給你限制下來 這比今天這樣 看看不到 聽聽不見 真理放到你前面 你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到沒有關係 那就是這樣 待會兒我慢慢跟你講 下一個 幾年之後這是法國 這是什麼 愛菲爾鐵塔 巴黎是個城市 講話要具體 愛菲爾鐵塔 那愛菲爾鐵塔 1889年 開好了 1895年 下關條約 各讓 對吧 1889年 最高的那個 你知道它幾根腳 四根腳 為什麼四根 也一樣 它又是一個帝國 它又是帝國野心 四隻腳 四個河流 地的四極 抽象化 但是它帶一個新的概念進來 叫什麼 過去你的帝國都是騎北 修台 跟人陷地 我們現在開始往天空發展 3D 它介紹一個New Generation of Empire出來了 新的世代的 它叫做1.0版本 2.0版本 帝國1.0 帝國2.0 這帝國2.0 出來了 往上空發展 現在長有滯空權的才叫帝國 你沒有滯空權 你有單位給我們爬 你就不要叫你自己是帝國 所以那時候中國還在騎馬打仗 把你拱 飛機起來 全部給你封鎖天空 你就不是帝國了 就這麼簡單 要介紹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再下一個 再過60年以後 另外一個帝國出來了 天空算什麼 我們在外太空去 阿波羅 送到哪裡去 月球 登陸月球 對不對 有厲害嗎 有啊 要宣告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scale 那個極速一下從1.0 2.0 跳到5.0 到外太空去啦 你的戰天空不算了啦 二次世界戰打完了啦 一戰打完 二戰打完 現在換宇宙 對不對 這新的帝國 美國啊 新的Empire啊 下一個 最近 零幾年 月球算什麼 我們到火星去 我問帶座各位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一千多倍 一千七百多倍 幾千倍 千幾倍啦 到月球的距離的幾千倍啊 你不是嚇到 而且他那邊拍照片 下一張 這邊拍的照片 第一張拍照 寄回來這麼傳真 高解度 叫做好奇號 curiosity 全世界小朋友取名叫curiosity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哪裡 羅浮宮 羅浮宮是什麼 entrance 入口處 那被譽名就設計一個三角形 那他為什麼設計三角形 那三角形代表什麼 也看不懂啊 你只知道有三角形 那台灣也大安森林說 你也能做一個三角形 小西郎 到處都弄三角形 你先搞清楚人家為什麼做這個好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三角形 它代表什麼 金字塔 很好有人講金字塔 為什麼是金字塔 為什麼要做金字塔 為什麼不是英國那幾個巨石 法國為什麼要弄金字塔 我跟你講 法國是以文化為自豪 你們是武力方面的帝國 我是文化上的帝國 我傳承整個西方 西方從哪裡 文化從哪裡 最早是從哪裡 埃及啊 六千年之前的東西 接到希臘 接到羅馬 接到我們 了解嗎 它以傳承自居 你們其他國家不敢放啊 我法國來放啊 知道嗎 可以看嗎 可以看喔 法國人拿了就很高興 一開始不爽 怎麼是被譽名記設計 為什麼不是法國人設計 結果一出來沒話說 就要抓到他們的心坎裡了 下一張 從上面看 下面有一個倒三角 倒三角 上面再一個小三角 你有去看你就知道 心機很重的建築師 裡面全部都是三角形去拼出來 心機很重的建築師 可是就是樹裡上的心機 心機很重又怎麼樣 又不是 應該是Chinese嘛 對不對 Chinese很好喔 很聰明 可是他沒有那個scale 沒辦法當帝國 帝國不光是要心機 還要很多東西加在一起 待會慢慢跟你講還缺什麼 1989 下一張 這什麼 講得出來我實際上 也是覺得你很厲害喔 哪裡 在哪一國就好了啦 不要看下面的敘述 看過的人請舉手 有到現場看過的人舉手 不可能啦 那老闆就燒掉了 英國水晶宮 聽都沒聽過 來 下一張 有沒有看到 英國水晶宮 1851年的時候蓋好的 我跟你講 他特別在哪裡 那時候的規劃你看看 這是人的高度 1851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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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現在多少年前啊 一百多年前快兩百年了 那時候我跟你講他特殊在 他那個整個架構耶 他不是用木頭蓋的耶 然後都是玻璃大片的玻璃 他那時候工業技術發達了嘛 他可以做大片的玻璃輸出嘛 所以那個整個建築都用玻璃 叫水晶宮 裡面都是有各種的 他裡面攤位 光是擺的攤位 有一萬多個 一萬多個攤位 你真正想 一萬多個有多少個人要進來看 進來看的時候 多少台電梯 多少個廁所 多少人要吃喝 對不對 交通 水 欸 這不光是一個建築物 他相關的設施需要配合 有多少人力在裡面服務 一萬個攤位耶 我們現在世貿也沒有一萬個攤位啊 那英國那時候1851年 弄一萬多個攤位的世界博覽會 後來失火燒掉了 但是那時候的技術嚇死人 我可以說 人家叫帝國嘛 那我們算什麼 下一個 帝國節嘛 暫時不講這個 美國 我隨便講 美國是個帝國 帝國多大 你可能沒有印象 現在說 這麼大 那麼大 沒有意義嘛 我跟你講數字 美國光是大學 四千五百個 大學喔 四千五百個 五百間大學 四千五百間大學 大學 下一個 這是加州的大學 只有加州而已 加州 alone 我跟你講有幾個 隨便講都是有名的大學 史丹佛大學在加州 博克萊在加州 UCAA在加州 CIT加州理工學院在加州 這都是名校耶 每一個名校都 哇 不同的分校 Santa Barbara San Diego UC San Diego 都有啊 名校 這麼多大學 一個州而已喔 下一個 這是美國的長春藤大學 幾所 八所 這是他們捐出去每年捐的錢 逼一點逼一點 捐喔 關的錢 捐給哈佛是這麼多 心態台幣是多少 一條啊 不 對啊 一兆 沒有 這是所有的學校加起來 全面前二十名捐款的學校加起來 一共十三兆台幣 你們如果去上課 台灣的一年才一兆七千萬耶 台灣啊 全台灣啊 生產啊 人家光是大學前二十所捐的錢 是二十兆台幣 二十條 長春藤的學校 這種 所以你們要念大學應該念這種很貴的大學吧 賺回來嘛對不對 人家這麼多錢給你投入 你去那頭當然你就賺多回來 對吧 那麼好的service 你看 你看 圖書館就這樣子啊 下一個 這是什麼 這是你們第一次看到了吧 應該第一次看到吧 美式足球 我們現在不是世界在足球比賽 這叫美式足球 應該跟人家玩不一樣耶 這個東西多複雜 這青菜一張 就兩百多公分 體重就兩百公斤了 你不能玩 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每個人都要戴什麼 戴港匯 要保護自己啊 每年要弄死的很多 動腳動手也一堆了 你沒辦法跟他玩的 你看他們球長是這麼多 OK 下一張 你看 這是大學隊 先給你看 不是 這是高中隊 高中的 這是大學隊 這是職業隊 他們球長是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給你看這個 帝國人在玩是什麼遊戲 帝國啦 來 手機請收 一定要記得關機 來 下一張 隨便一個 你看他們不同的標誌 美國一個什麼 大八連 大十二連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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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我真的會被打擾 要不然就請你手機交到後面去 把他關機 關機 就是關機 關起來 好不好 拜託 下一張 這樣我受影響 我再回到上一個 好 先不講 在美國的足球裡面 他們有offense defense 攻擊的 防守 還有second team 每個team裡面有這麼多人去比 他有quarter weight 四分位 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你慢慢耐心聽 他有傳的 有接的 一個一丟丟馬上接到的 還有跑峰 都不同的位置 然後追到touch down 然後一次可以攻十馬 攻不到十馬 就退回去換對方 這是基本上的遊戲規則 這個像什麼 每一個人都在他的位置 還有站好的位置 才能玩這個遊戲 有點像訓練軍隊 美國從遊戲開始訓練 每一個都生得醜用 長那麼快 那麼大 這是他們大學高中在訓練的 男生在訓練的 沒有材料才能玩 全世界也沒有這個有財力玩 除了美國加拿大一些 日本想辦法玩 養不出這種人 因為他們全世界最大的人都在他們 黑人 白人 亞洲人最大的都在那裡算 下一張 再給你看 這是美國 你們喜歡數字 我給你們數字 這是美國的 他們一共四個軍種 哪四種 海軍 陸軍 空軍 還有什麼 Marine 海軍陸彈隊 單獨一個軍種 還有一個什麼 Cost Guard 海岸防衛隊又是一個 這裡面 我隨便講 他們國防預算是18兆台幣 每年十八條 國防預算 然後 不同的單位 這邊陸軍 陸軍它上面 有多少個人 多少軍隊 配備 空軍 Marine 上面有數字 什麼樣的飛機 最近出名的無人飛機 最近很夯的就是這個飛機 到哪裡就可以 斬首任務 不用打仗 這些人把主要的人物殺掉就好了 空襲機 這都有 Marine 航空母艦 中國跟一個 一排 一排航空母艦 全世界有十艘 目前在服役的 還有沒有服役放在家裡的 這是目前在海上到處是服役的 還有最近那種 看不到的船 下面弄有 坦克 M1坦克車什麼東西 他們陸軍的 每個人裝備都這樣子 都最先進的 這是美國 他是這樣玩 這叫帝國在玩的遊戲 好歹你們沒辦法想像 就看一看 以後要有概念 你要當民政府的官員 我們是被美國佔領 你好歹還知道 帝國長什麼樣的 不要叫流氓政府給你 把人都弄掉了 小 chipelize 微小化、瑣碎化 看看這個世界 我們每年光是替他們做那個遊戲 那個Football裡面的那種 帶子、腰帶什麼 台灣經濟都賺翻了 下一個 好啦 我剛才跟你講的是宗教節 現在其實我要講 還有剛剛講的是帝國節 講完了以後 我要講立體化白 下一張 再走 再走 今天可能時間不太夠 再走 好啦 這些話有個共通點是什麼 我直接講答案好了 他們全部定格不動 對不對 都不定不當 當究竟也是當到一半 我問你一件事 你們都有寫生過嗎 有寫生過的舉手 好 放下 很少很少 你們課都拿去拿上數學課了 是不是 下一張 這是印象派的 下一張 這看得懂嗎 台灣史解碼的不算 這看得懂嗎 上過台灣史的 看得懂 看不懂的舉手 看不懂就好 看不懂的舉手 好 請放假 看不懂 我問你 看不懂的我才問 剛才舉手的 你們不要告訴他 請問他是在畫老鼠嗎 畫牛嗎 畫飛機坦克嗎 是不是 剛才舉手的人 說不是 對啊 那你就看得懂 他不是在畫坦克車嗎 他在畫男生 還在畫女生 對啊 奇怪 你說你看不懂 你還知道他畫女生 畫了幾個人 你看 還知道五個 所以你不要隨便講說 你看不懂 你絕對看得懂 絕對看得懂 只是這個看得懂 跟你期待的不一樣 對不對 你過去以為是的 不是這樣的 這是一種新的觀點而已 你都已經知道他是什麼 都講這麼多答案細節 還知道男生女生 還幾個人都算得出來 你跟我說你看不看不看 騙人嘛 對不對 你看有 只是這個東西 不是你過去以為是的那個 先來接下來就是 你要修正你的觀點 去了解他 你需要個解碼器 來了解他 對不對 好啦我就跟你講 他是立體畫牌 從不同觀點看 剛才那個小朋友 他是不是從不同觀點 來切入那個鳳梨 一樣嘛 在皮卡索做的事情 一個人從這邊看也是我 這邊看也是我 這邊看也是我 同一個時間 時間不動的情況 改變你的觀點 就畫出這個出來 可是皮卡索說他超人家的 超誰 下一張 超這個 賽上 怎麼超他的 剛才那個跟這個什麼關係 不是 要看下一張 賽上在晚年的時候住在這邊 每天畫三 再下一張 他畫成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畫成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 你們寫生 對不對 你們寫生出去都多久 一天嗎 還是半天 有沒有寫生 一個小時的有沒有 太快了 老師都還沒開始畫 便當都還沒吃到 就已經下課了 沒有啊 有沒有寫生五分鐘的 太離譜了 對不對 有啊 有寫生五分鐘 壞學生都寫生五分鐘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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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 沒有嘛 不可能嘛 回到剛剛那個定格的畫面 回到剛剛那個定格的畫面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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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一個 這個就是定格 這就是寫生一秒鐘啊 這些人 鞦韆盪到一半 可以停在那邊啊 所以過去藝術家 就像攝影師一樣啊 你把我騙 對不對 哪有可能 我跟你講 我去看人家寫生的時候 我看寫生 欸 你是不是在寫生啊 他說是啊 我在寫生啊 現在都中島了 你再去八點來畫 太陽都換位子 你怎麼還畫一樣的東西 你要畫早上八點的東西 你把老師騙 重畫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太陽都變了 影子也變了 光線都變了 你居然還在畫 早上八點 你是用記憶在畫嗎 你不是在寫生嗎 寫生就是我看到什麼畫什麼嘛 這才叫寫生嘛 對不對 所以他 這種是騙人的嘛 這畫一幅畫 大概一個月兩個月 那可憐寫生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那個 他怎麼操賽上 賽上就是很乖的人 回到那個山 對啊 賽上就在塗顏色 他看到這個顏色 下面就調顏色 調完以後看就會 怎麼顏色又變了 所以這一筆畫下去 他調新的顏色 再回來再看 所以這幅畫應該說什麼 他如果畫一個月 就是一個月裡面 對這座山的紀錄寫生 對不對 因為他一直在變化嘛 所以他顏色一直變 變灰灰去 這樣可以看了嗎 所以他的觀察點 是不動的 時間在動 所以皮卡索把它轉換 變成時間不動 觀察點改變 這樣知道嗎 就變成立體畫派 好漂亮漂亮 很聰明 對不對 皮卡索給他拍拍手 老師也很厲害 解讀得了 下一張 所以皮卡索說 觀點可以改變 觀點改變 他就開了一扇門 所以以後看歷史 不再同一個什麼 哪一個王殺到哪一個王建立哪個王朝 對不對 那是一種觀點 怎麼那個時代只有你在活的啊 那我們女生算什麼 所以女生也學個女性觀點 對不對 藝術家說藝術史 我們要來寫個史 藝術史 也可以寫科學史 化學史 材料科學史 生物史 醫學史 每個人都開始寫史 歷史是多方面來描述 同一個時間所發生的什麼 全世界這個國家也可以寫史 印第亞人寫印第亞人的史 白人也有白人的觀點 是不是他就開啟一扇門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 這個藝術家是 上一個世紀裡面最偉大的人 因為他之後 大家對事情的觀點開始多樣化 有意思喔 但過期間來尬一個觀點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那觀點突破以後 人家說 畫 為什麼一定要畫在畫布上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避雷針 雷打下來 上帝來畫畫 對不對 他的心胸有沒有大 很大嘛 那有人誇張說 那我用推土機 把身上的土 推到海裡面繞一圈 酷吧 很酷齁 有的人說 藝術 藝術很簡單就是概念嘛 視覺嘛 叫定義嘛 跟它的意義嘛 分開來 所以這是對椅子的定義 這是椅子本身 這是椅子的照片放在旁邊 分開來 藝術已經不是過去你想像 三百年前那種畫了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漫畫也是藝術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沒看過喔 這幾個都是島啊 這是船啊 這個藝術家很離譜喔 他用布把島圍起來 圍一個島不夠 他還一直圍 圍十幾個島一直圍下去 光用那個布料去嚇死你 我跟你講 水會流動嘛 你要固定那個布料嘛 布料要鋪得平平的嘛 還不能有波浪喔 還要考慮那個因素喔 你要挖一個想 我跟他說 你飛電機開得那麼高 直升飛機一天 台北市喔 上去下來一百萬嘛 包括裡面的人 攝影師什麼 加起來 淋淋淋淋淋淋的 油錢 租飛機的錢一百萬 你要花多少錢 那補料喔 泡了水以後的布 你要買來穿嘛 下一個 他這個人 你看 一個島 兩個島 一直 瘋狂 他很喜歡包所有東西 他包什麼 他把海岸給包起來了 過海岸 把他包起來 他把建築物整個包起來 他把 就這對夫婦啊 這就是帝國的藝術家做的作業 你無法想像 你無法想像 他不可能個人財力到這種地步 一定有人贊助他嘛 只有帝國的企業家 會贊助這樣的project 而且一個沒長時間 還有好幾個 這個是你們不能想像的 你一定解 為什麼 這有什麼用 有什麼漏用 對不對 這是難民思想 下一張 接下去這就是什麼 真的就是抽象 真的沒有像 剛才前面不叫抽象 那叫立體畫派 還是具象 這種才叫抽象 你看看嗎 藝術就越來越演變 越來越離譜 再走 那後來 Jackson Pollock 再來 William DeCuny 他畫到這個時候 有些藝術家 開始動不掉 你美術館裡面都給我放這個 我看不見 我急著急著 還沒那麼跪 所以就有另外一個 反動組織就出來了 他叫普普藝術 下一張 你畫抽象 我就跟你具象 具象到不行 你每天喝的罐頭 湯的罐頭 我就把它一個一個畫出來給你 簽上名 賣這個 是不是就跟他打對台 對不對 打對台 下一張 瑪麗聯盟路 他連畫都懶得畫 他就一直copy 下一張 普普藝術 有可愛嗎 不要再看黃色小鴨了 這個比較有水準 顏色上也比較漂亮 是不是 Jeff Quinn的作品 下一張 下一張 紐約 1907年的紐約 1907年的紐約 18多少年的紐約 你看 電線多到這種地步 你不要看 沒辦法跳樓自殺 一跳下去就卡在線上面 慢慢滴滴下來 不可能 咪咪罵罵的線 一陣 1907年就有鋼股結構的 蓋大樓 紐約 下一張 現在的紐約 OK 說到存在感 這個台灣史我講過 但是我一定要講這個部分 當然很多解碼器 雖然你有很多解碼器 看得懂事情 但是要回歸到基本面 你來想我這個課是要想我來做什麼 為什麼要上我這堂課 為什麼要講藝術解碼 民政府的高級官員的班 為什麼要來上藝術使節 就是因為這個課 讓你跟一般人區隔開來 台灣人缺了這所謂的高級的教育 你沒辦法看不懂 世界上發生事情你看不懂 國際縣市你看不懂 帝國在玩什麼你看不懂 因為你過去被當作什麼 資源回收的人來用 講到這個 因為沒有上過台灣史的解碼人 我就講 人剛出生的時候 大家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是誰人 你透過什麼 透過媽媽 對不對 我肚子剛出生的時候肚子餓 媽媽給你洗澡 他說原來我存在很重要 媽媽會餵我吃奶 是不是 你慢慢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慢慢照顧好以後 弟弟妹妹爸爸也跟來玩 所以你的建構那個點就越來越多 就是reference 慢慢 如果從小有好的存在感的小孩子 之後怎麼樣 就有自信心 有自信心的人 就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之後怎麼樣 你的實力就大增 實力大增是什麼 可以幫助別人 對吧 好啦 這個過程中間出了問題 比如說你剛出生的時候 去弄水杯 哇 把頭腰 哇 對不對 是什麼狀況 Baby會覺得很奇怪 我在建構我的存在感的時候 怎麼遇到這種事情 跟你期待的是相反的 我以前去育幼院裡面 照顧小孩子 就這樣子 搬活動 糖果水果給他吃 就是有一兩個小朋友 都不可以走出來 都站著 米的肚子腳不可以 我說怎麼回事 你把他勾成就不可以 後來知道這些都是受虐兒 受虐兒就是 自小的時候去靈體 就在你在建構他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的小孩子 他就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很可憐 台灣人為什麼是這樣 當你說我是台灣人那時候 啪你中國人 我台灣人那時候啪你中國人 對不對 台灣人現在在座都是這樣子 你在建構你自己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不僅否定 還套一個名字給你在身上 說你是中國人 很可憐 我們的受虐兒 我們在座的母子 台灣人受虐兒 我現在想辦法給台灣人揪出來 不可以在這種受虐兒心態 在你的肚子上 站出來 有法理把你插出來 法理還不夠 你還有各方面的條件 配合 給你實力 給你知識 給你knowledge 給你判斷力 給你補充 給你充電 給你加能量 台灣人才站起來 不然你過去還想我中國人 過去拜 每天在這種烏煙瘴氣的世界裡面 很可憐 所以我想辦法讓你出來 講到這個 以前過去 很多存在感 部落跟部落打一打去對不對 存在感強的部落 都贏的 對不對 村子裡面 家裡那種 兒子長得又高又帥 女孩子長得又漂亮的 是不是都是得到所有的好處 對啊 這種人走出去都有風 這個存在感強 旺族 這個意思就是 存在感強 現在 部落跟部落之間 為了水 為了土地 真的 真的 會把對方 沾起來 沾之後 把對方殺死 對不對 部落就越高越大 比如說什麼 小國 small kingdom 過去 中國那裡也小國 一部也不同的番 對不對 到歐洲也不同的 kingdom 打來打去 這樣又不夠 又越高越大 變成nation 越高越大 又有什麼 unination 對不對 它是一個組織 不是一個國 但是也有 大英國協 國協都跑出來了 所以你不敢去欺負任一個國家 一欺負 整個地方都跑出來了 所以這種是很殘酷的生存戰爭 台灣人怕他變成這樣 是你自己選的嗎 不是 是我們賤敗 我們被當奴隸來處理 所以到今天這樣子 直到我們搞清楚 法理以後才站出來 我還沒講完 這群在殺來殺去的過程當中 好來他那個佔領者覺得這樣不對 我都抬了這土地要給誰 還是我自己來種啊 所以我就把精英殺掉 會把我燒牌 用的壯的殺光 只留下老弱婦孺 老弱婦孺幹嘛 就每天乖乖在那邊給我吃飯 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給我賺錢 時間給我挑戰 我是總督派去把錢收回來就好了 你就繼續當奴隸嘛 我給這個人的名字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 你本來要被棄制掉的人回收回來 做事情幫我賺錢 叫資源回收人 我們台灣人都變成資源回收人的 心態 每天只管我眼前的利益 我不會去管到我到底是誰 為了什麼要再做 做每一天的事情你別做什麼 資源回收人 我們台北分在法國都這種人 不知道天天幾十點 不知道怎麼跪什麼幾十點 我住地堡 我住豪宅 我開賓室 那又怎麼樣 臉上寫的叫做努力 你的後代還是 下一個 M170之後就會看到了 我只是再給你回答 我們的祖先不是那邊來 我們祖先很清楚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是我們的後代 鼠點望主是他 北祖是他們 我們是他的祖公 血統是這樣子走的 DAA是一級的證據 告訴我們 我們裡面老的會 告訴我們自己是誰 他們是用變故事的方法 要跟你接 上過台灣史回去補 科學證據出來了 沒人好笑 沒辦法你親切講 要不然你來推翻科學證據 我們在四萬年前就來到台灣了 之後沒有跟人家互動 直到最近幾百年 我們夾著文化強勢的才跑來台灣 我們是一部人的祖先 一部人是韓國人的祖先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那是雜種是他們 因為很多種人在那邊混 沒有所謂的漢人 也定義不出來 所以台灣界的土地生在那裡 什麼 變故事和鼓勢做的後代 以為我說台語我就變台灣人 以為我說客話我就變客人 結果都不是 結果你是變故事和鼓勢做的後代 結果因為語言 因為姓氏 因為宗教 你就認同錯誤的中國那邊的族群 人在那裡是人家的事情 變成台灣人 互相在那裡 結果你的組織都統一個 這就是他們用教育洗腦給你解 經濟解碼 經濟解碼 我現在沒有時間說這個 還有下一個 經濟解碼還是要講 我跟你講 來再講一個故事 經濟解碼為什麼很重要 你聽不懂就算了 大概聽一下 我現在用一個解碼器 我們現在整個經濟在運作 聽得懂就聽 聽不懂就算 在16世紀是啟蒙時期 人開始發現大自然 去研究大自然 就發現很多東西 舉例來說 我因為實驗室 我發現到蒸氣 然後我用蒸氣發明了什麼 Combustion 那個叫做內燃機 蒸氣內燃機 那因為內燃機我就有機器 我機器就製造生產 製造生產 我就產生很多product 產品 產品出來拿到市場去賣 賣完以後賺了很多錢 拿回來2%到5%到10% 做R&D繼續發展 然後再繼續做這個 這是一個經濟的大循環 推動了整個經濟 在發展就是扣這個 過去我們台灣一樣做這個 代工 上也不支下也不支 技術人家給 市場又控制不了 所以ASER 叫做ASER叫什麼 ASER 紅機 紅機說要做品牌 那就是想要往上面走 以前台說什麼上下有整合 都沒有到R&D R&D還是基於人家技術做的 我們只是在稍微往上稍微一下做 這樣看得懂了嗎 所以整個經濟環是這樣賺 因為人的經濟 資本主義在開始運作之後 人的疾病解除了 人的文盲解除了 人開始懂得更多 人的生活品質增加了 你有很多option可以選擇 因為經濟的大巨輪在推動 這是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就是反這個的 那怎麼讓這個經濟的運作停滯 很簡單 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有錢的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沒有錢的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個輪子就停了 那怎麼讓這個輪子動 有錢人覺得還想要更多 窮人覺得不夠 想要往上爬 這個輪子就在動 聽得懂嗎 蠻難懂的 但是這是經濟的基本的原則 共產主義就是讓每一個窮人吃飽 大家就不想多動 就沒有motivation 就沒有刺激 這個輪子就停了 停了以後大家都倒楣 所以以前有一個笨蛋的經濟 那個什麼 行政院長一上台就說 你就不准送花了 有沒有 一個姓游的 你知道嗎 你說不可以上輝 結果有一個產業就這樣死了 不光是一個 就連帶了好幾個產業受影響 因為經濟開始停止消費活動 經濟這種東西就是在在消費 省沒有錯 要合理的省 不是莫名其妙的省 該消費要消費 整個經濟才會活絡 要有市場 要有人買 買了才有錢 回來再做研發 再產生新的產品 現在才是在拿到市場才會賣 技術一直增加 這輪子一直在尬 誰要做愛滋病的病毒給你 誰要做感冒藥給你 把病治好 人的平均歲月35歲就死了 就是因為這個經濟 有需要 有需求就產生製造 就供應它 這個整個東西才會動 過去我們只是代工 代工的人腦袋不會想這些 所以代工的世界裡面沒有藝術 誰要講藝術 上面的人在講藝術 世界其他的先進國家在講藝術 月落的國家不能講藝術 為什麼我可以上藝術史課 因為我把你拉到這個層次 才說藝術 過去台灣人不知道藝術 只是到製造業的思考 看到藝術品不會欣賞 你不知道整個怎麼run business 蠻落後的 那我們的官員不可以落後 我們至少對經濟 你要執行任何政策方案 政府要通過法案 你要考慮這個 你不能說我們節省能源 我把電費一直增加 大家就有新電 大家就開始不要消費 冷氣沾到最近有一個笨蛋 冷氣就越高 溫度調越高 大家消費動力就減少 這會影響 有沒有人做過這個調查 沒有啊 你提高一度電 消費有沒有降低 有沒有考慮這個 大家消費的意願有沒有降低 那經濟是不是越來越停滯下來 你隨便石油我漲一塊錢 我會影響到其他產業會變什麼 你如果是政府的官員 你要考慮他所有的事情 動一髮動全身 簽一髮動全身 你如果沒有這基本的經濟的活絡的概念 不要來當官員 最好去當一個辦事員就好了 但是要到剛剛級班就要知道這個 又是一個解碼器 你沒有這個解碼器又不行 你只會技術而已 過去台灣人只有技術層面的思考 沒有統合沒有大型的那種 戰爭組織的概念 民政務來就是要把你組織 給你缺的東西一個一個給你補 說得很輕 來下一個 過去就是這個 外面台灣人跟你說 你跟我講那麼多幹嘛 我每天都是過日就好 我可以買東西 我可以 我看哪個電台都可以 我跟你說 我可以往前 我可以往後 我可以往左 我可以往右 但是你們都在這個階層 你如果不爽的話就去抗議 每天就在那邊吐槽 有沒有用 沒有用 制度是這一層的人幫你定的 你怎麼去抗議 五十萬人一百萬人都沒抓 一百萬人也沒抓 為什麼 這聽人在決定你的命運的 你就是通知者 你是奴隸 你是資源回收人 你沒有資格上到這一層來 所以你住地堡開賓市豪宅又怎麼樣 你叫做奴隸 你的名字 你下一代都叫奴隸 永遠的奴隸 你永遠賺錢給這一層的人 他國下公他也是做總統 國下公他也是當立委 你投票有什麼用 你公人才去投票 你改變不了事實 秘書長說給他 一台酒樓放在那裡也要做你市長 做你總統都可以 他不需要 因為他的位置位階在這裡 你的位階是能量上位階 上不去的 你的身份 所以後來我們去告這一層的人 美國人 你要這麼多人 你直接來這麼多人 不要叫這個人給我造他 你不要造支那人的文化造他 可是美國為什麼叫支那人來造他 你 有原因的啊 過去我們跟美國是平起比重 第一個打到美國本土是什麼 是日本人啊 本土呢 不是911用他們的飛機 炸他們自己的大樓 不算 我們直接我們的飛機到那邊去炸他們的 夏威夷啊 整個都要把他摧毀啦 差一點就變成我們贏啊 那情勢就完全不一樣啊 世界現在載智換別人啊 所以這種美國把你打贏了怎麼樣 他不可以讓你再站起來跟我打 所以他想辦法就是要把你壓下去啊 那怎麼壓 把日本大切八塊嘛 過去跟人家抬什麼 頭 手腳都切嘛 大日本帝國以前就是都被分屍嘛 沖縄他自己站 本島他自己站 其他給蘇俄站 這邊給叫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蔣介石的部隊來站 就是這樣啊 他站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糟糕 毀掉你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過去這系統很強 對他造成威脅 他讓他不造成威脅 所以挑過他要來做成這樣 可是現在時過境遷 情況不一樣了 中國變威脅了 所以怎麼樣 他重新啟動這個台灣 大日本帝國的機制又起來了 在對抗這個 這是大環境 我們要配合這大環境 人要站出來 時代在改變 這就是你們的機會 關鍵的人物 關鍵的時間 做關鍵的事情 就是你們現在做的事情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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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以前講的 我演講的時候講 好緊張好刺激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你又天天在說 我現在繞了一大圈 就跟你講這是十幾點 會進來的都是聰明人 站對位置做對事情 會影響台灣人後代的命運 你現在做什麼 英雄的我們來後代 後世人 是繼續當努力 講下去還是什麼 自己去認同 不對的老婆 走到中國那裡想說自己去中國人 結果 裡面老的會 跟你說你是本土台灣人 白毛祖跟古代做的好代 結果 因為語言文化宗教被騙了 帶人去選操票 既然賣掉 還帶人去選錢 這就是台灣人 很可憐 現在時間 時期在變了 美軍一賣了 所有的作品都在變了 還沒生 那很可憐 下一個 OK 那還有一群人 自願的說 有另外一個想法 你說徐老師 好啦 你這個講都沒有了 但是我這一輩子追求 只有自由幸福快樂 你說什麼 對不對 當然很現實啊 台灣人只管 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不管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就不對 這是台灣人的問題 除了公私 公的私的領域不分以外 不管對錯 只管有沒有用 所以才會有什麼 我煮的人吃東西 有毒的也煮啊 為什麼 可以馬上換錢啊 才有什麼塑化劑 就把它淹下去了 沒關係啊 錢收起來啊 他不管這件事情對不對 可以賺錢他就做 沒有道德 就像這種的 我舉個例子 說我這輩子追求 自由幸福快樂 這樣的話對不對 這句話對不對 這句話對不對 我跟你講不對 不對的原因在哪裡 自由幸福快樂 有什麼不對的 但是我跟你講 這叫做副產品 副產品不能當作主要目的 來追求 我舉個例子 說一個故事 這個醫生 如果是說我以賺錢為目的對不對 就看醫生 你不敢去看吧 明明醫治會好 跟你五次 他也不會幫你醫病啊 不然不會讓你賺去 但是會給你病好 但是比較久 因為他這樣對來說 他的利益比較高 這樣對嗎 不對 他說醫生你不敢看 但是如果有一醫生 他說 我就要提供我的病人 最好的服務的時候 因為這樣他病人很多 對不對 因為他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很多錢 對不對 他就有一個順序嘛 他把原則抓到 有對錯的順序的時候 你賺錢是理所當然的 你賺大錢是好的啊 但是你把倒過來 變成賺錢是目的的醫生 那就不對了 所以什麼叫做副產品 賺錢是副產品 你主要目的要設定對吧 台灣人只管那個副產品 我也可以塞便室做豪宅 但是你來的過程不對啊 你永遠也不會自由幸福快樂 你把副產品當作主要目的來追求 你先搞清楚我是誰人 我為了什麼活下去 我今天活到這裡在做什麼 你搞不清楚每天只是吃飯單戲 那怎麼活怎麼死都差不多嗎 台灣人在說我是台灣人 我在這邊有使命任務 我是這台傳給我們這台 要撐起來這台 我要站起來 為了這個站起來 我再講一個概念 一個字叫做calling 呼召 召喚 召喚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聽校長演講 我那一校長說過一句話 人一生都在回應一個召喚 什麼樣召喚 有一個召喚是from within 英文叫within 就是你裡面的召喚 一個是外界的召喚 一個是上天來的召喚 從裡面來 比如說有一個人 他天生就很想當音樂家 他也很有才能 結果他們別人說 他音樂要做什麼 沒辦法賺錢 你去做醫生好了 好他就努力去當醫生 聽父母親的話 做到買 都不快樂 就算他當了醫生也不快樂 因為他本來就想當音樂家 所以他生什麼 快要退休之後 回去學音樂 生那麼大年 他即使在另外一個區塊 得到成就 不能滿足他 他沒有真的快樂 因為他沒有回應他當初 他內心對他的呼喚 呼召 那叫calling 那還有另外一種calling 叫什麼from without 從外界來的呼喚 像什麼 比如說有一個人也是音樂家 他從小就喜歡音樂 可是呢 他父母親雙亡 他小孩子兄弟姐妹 要靠他來養 他有沒有有這個奢侈 可以去追求他的音樂夢想 沒有啊 因為更迫切的事情 就發生在四周 他的兄弟姐妹 需要人家養 當然要站起來 我這個就要犧牲掉了 因為另外一個呼召 召喚出來了 我就要犧牲這個 來做這個 沒錯吧 等到我這個事情滿足了 我再回去 那還有一個呼召 從上天來的 比如說什麼 馬接 他跟前面這兩者都沒有關係 馬接是加拿大人 在常春人的普林頓頓大學 受教育 跑到那時候的台灣 188幾年的台灣 烏煙瘴氣 平均壽命三十五歲 四個都是堂 都是尿氣 這間地方他說來這裡 住下來 蓋了醫院 蓋了學校 帶我們媚婆做的 女婦當作母 世世代代代在生團 為了什麼理由 你叫什麼嬉笑 我要說 他回應一個叫做呼召 上帝對他呼召 他不做 他這輩子就覺得莫名其妙 每個人這輩子都有一個呼召 最重要的要抓出來 去滿足那個之後 你就覺得人 即使叫你很簡單的事情 我就是做一個掃頭咖 但是這輩子就來掃頭咖 你就好好掃 好好掃 每個人都有一個位子 你那位子做對了好好掃 即使當一個母親 每天就是幫照顧小孩子 這也是你這輩子要做的事情 好好做好 這樣就對了 你們來這邊都有一個呼召 否則你不會來 有啊 對啊 台灣人那些時候 為什麼偏偏你們這幾個 走來這裡 還聽到消息 還會來 來了還會上課 上課接下去 還會上高級班 還會點招 還會當參議員 眾議員 還會當軍手 這不是命運是什麼 你不做 我跟你說 我從20 我是很早期的來這邊上課 那時候才沒幾個人 現在是摸摸死 你那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呼召 回應 或者有一個遠見 叫Vision 你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我們當時那些人 才沒幾個人 根本更熱 還沒有巔峰散 你怎麼過了整 一堂課下來 全身都是失靈靈的 就這樣子三年下來 經歷了起起落落 風風雨雨 那時候是怕人家抓 走來上課 現在都不用 現在人怕你 人家怕你 你車牌拿到處在那邊開 人家怕你 以前不是這樣子 以前人數也不多 剛告完2008年 2011年開始開班 到現在 多少班 一百期了 超過一百期 一期一期講 有一天換你們 對不對 我被叫去做別的事情 你們就要換來這個位置 換你們來教下一代 人台灣人的下一代 我一開始也是 不像也要講話 但現在一次講兩個小時沒問題 你法理要訓練好 自己個人要裝備好 你要能夠講話 把概念傳遞出去 過去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我也是啊 我是個畫家 畫家怎麼講這些東西 還蠻有深度的 畫家而已 當我看到 台灣這個土地 對我有呼召的時候 我就站出來 我說畫筆先丟了 這件事一定要處理 這不處理我畫不下去 我每天這樣看著 台灣人這樣去用靈體 我會哭 我怎麼哭 我畫的畫是怎麼畫 每天都會傷心 掉腦袋腦袋 躲 為什麼要跟你買 我希望畫一個快樂的 有希望的畫 像跟美國那種人 那種帝國的作品 藝術作品出來啊 你才有那種氣度 台灣人不難得帝國的成名啊 我們不是只有台灣人 本來台灣人連台灣人都不敢說 過期間合到這種 自己的議員都不敢說 以後我們的官方語言是英文跟日語 你不要以為講台灣話就台灣人 過期我們的母語不是台灣話 過期已經是西來西來的語 已經被消滅掉的語言了 我們就到漢話的北部座跟古舌座 對不對 現在了解嗎 我們真正是本土的血脈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有個胡招 下一張 你看 我們過期是部落的形式 後來到了大都王國 後來 這都幾百年前 過期是四萬年前 到這時候 大清帝國進來 他用他的姓氏原宗教教育 這次 把你教 因為那時候他們文化上是強勢 我們是弱勢 就給他接受 接受了 可是他們是暫時 暫時性的系統轉換 他進來要走的 他不是要永遠待在這邊 直到什麼 大日本帝國殖民地 建構台灣主權 戰爭結束 台灣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把台灣 冥牛 冥牛 讓日本天空 成為他的土地 他一步一步後 在1945年4月1號 正式成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這時候叫什麼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這個土地已經是有人 日本天皇 我們是住在這上面的 居住者 然後我們有合法的身份 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今天為什麼說中國話 為什麼講中文 對中國人的誓 拜中國人的誓 是因為這個系統 他們這個系統進來 他第二次這個系統 第一次進來是一回事 第二次系統進來是故意的 美國叫他進來的 進來之後 有一堆台灣人真的相信這個系統 所以現在是中國人要回去 但是我們這個 日本人叫救生 本土台灣人 人本國的國際 國籍 這才是我們正式的身份 把真理正式的事情拿出來 沒辦法讓你否認 所以台灣民進入 沒有再畫一個柄 叫你去訴求 我們只告訴你 歷史上的事實是什麼 歷史上的文件是什麼 Facts拿出來就好 你自己去下判斷 我不需要去追求什麼目標 沒有 Document 文件 合約 台灣的這個土地 所有權狀 都已經很清楚了 沒什麼好懷疑的 事實 現在外界事實又配合 我三年前還沒有美軍進來這件事 也沒有說車牌可以到處亂跑 可是你那時候聽到這個法理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 這是對的 這對台灣人有好處 我怎麼樣也要去 你像我爸爸的飛行廟叫 說 這沒想到可以撤過 聽著聽著就好 我說這不是聽著聽的 這跟台灣人的命運有關 我一定要做 就來了 就這樣子開始 一直到今天 就看到這樣一代一代的人起來 你們還會再看 繼續台灣人叫我叫我叫我 在那裡走出來 堅持下去 然後現在就是把這個 暫時系統要推回去 叫他們回去 你不能再欺騙我們下一代了 不然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改國籍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改國籍 拿你的護照 我又不是你中華民國人 你憑什麼改我 你想憑什麼 我上台給你 上台叫你台 後一台還要收你的交友 那叫做種族滅絕 讓我失去對我自己這個人 真正角色的認同 我已經揮起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是誰了 我跟中國人走那些人說 你也不是台灣人 你台灣人啊 對吧 你去那裡人家覺得你還是 邊緣邊垂地帶 你不會當你 純種的中國人 你不然要是 你本來純種的台灣人 你不要去做 你去做那種 那就是教育洗腦的結果 你做成火車下去了 他為什麼這樣做 他佔領可是想偷吃 他想就地合法 他是流亡是鬼 鬼附身在人身上 讓這個人想說自己是那個鬼 鬼沒有身體的 我們是神父啊 竟然贏了 現在鬼刀走啊 誰可以敢走 法理啊 真理揣鬼就要走啊 這不是你的神父啊 法理出來 中國這個鬼就要走了 走的時候 被人家被人家抓到是什麼 冬季嘛 冬季 什麼叫冬季 冬季過去是扣鬼附身在賺錢偷吃的 叫冬季嘛 對不對 沒有鬼附身 冬季就沒有辦法賺錢嘛 啊誰是冬季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派嘛 跟民進黨嘛 靠這個國民黨的流亡政權在賺錢的嘛 叫你去投票嘛 以為他這個政權是真的嘛 結果現在都是假的嘛 下司也要叫他老的就是這個人 民進黨說不是這樣啊 整個把你倒拜啊 整個翻轉過來 事實講出來 真理講出來 這些都要走 時間差不多了 我今天講這邊 OK 下課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齁 等一下用餐的時候沿著那個 那間教室旁邊的屋簷齁 不要推擠齁 一個一個來 然後這邊有一顆USB白色的電源的頭齁 不知道有沒有人掉了 沿著屋簷走齁 慢慢走就可以了 不要推擠齁 謝謝 謝謝